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3年4月21日 看看我们 看看我们 我们中国、我们强国一话复常 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立即向好 你们西方小国应该很羡慕 大家看看那些数据 真的不看就知道 一看就真的吓你一怕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4月18日 4月18日公布的数据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较上季同期增长4.5% 全世界只有我们可以做到 高于去年第四季度 也高于去年全年的水平 同一天 花旗银行在一份报告中称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走势积极 并且将会对中国的2023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之前的5.7%上调至6.1% 是不是很西非里呢 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先 老爷是称呼德高望众的蓝氏 哦 Tony Like又说 好像当年慈禧太后向八国宣战那样 就是天朝大陆 刚刚我同意了 我绝对是同意的 就是这样的说法 好了 刚刚说了 经济增长 现在连花旗银行 大家知道花旗银行是美国银行 不是我们自己什么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他就说 我们看上来2023年 有机会去到6.1%增长 官方对最新数据的解读是什么呢 他说 一季度生产需求企稳回升 物业价格总体平稳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挺好的 其中涉及到物价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1.3% 市场商品和服务供应总体充足 保持在温和上涨水准 他们解读是这样 咦? 但是我一看这个数据 就很奇怪了 所谓的CPI同比增长只是1.3%? 1.3%这个数字大有问题 全球都在苦于通胀困之际 中国的通胀却是如此之低 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一些数据 4月11日 中共官方公布经济数据 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近0.7% 以年计 我想是以去年3月至今年3月 哇 哇 这世界哪有一个地方可以 通胀率只有0.7%? 一年 好了 2021年9月以来最低帐幅 广义货币M2余额人民币281.46% 年增12.7% 大家未必听得明白 我其实也不太明白 不过大致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数字很有趣 通胀率超低 你当是0都可以 0.7%就是等于0 好了 还有什么? 所谓的广义货币M2余额人民币 上升了12.7% 很多钱储在银行里 好 多谢 Elsa峰 你好 多谢你 储在增加了12.7% 钱在银行里 增幅比上年同期高了3% 好了 中国疫情三年的清零政策 经济下滑严重 随后中共又是政策大转弯 目的就是要为疲弱的经济解困 然而老百姓不仅没有消费 反而存款 新增储蓄将近70兆元 创下20年新高 这说明消费信心指数根本在下降当中 就是人们不敢花钱 中国在2月份的物价指数 就只是上涨了1% 比起1月份物价上涨率2.1% 明显低很多 就是2月1% 1月高一点 2.1都不是很高 2.1% 而中国人行的目标 是将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目标定是3% 希望高一点点 谁知道不到 通胀率不达标 经济学常识就告诉我们 通胀不一定是坏事 高通胀才是问题 更大的问题就叫做通缩 通缩 这个很多男人很忌 不要说肃字 不要说肃字 大家打个冷阵 男人最苦恼的问题 现在似乎出现了在中共身上 就是肃字 所谓通缩就是指经济处于下滑周期 居民收入减少 对各样物资的需求减少 形成了功过于求 产能过剩的局面 于是物价就开始下跌 通货紧缩和高存款同时出现 就表明民间对于消费 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不愿意消费 就将钱存在银行体系当中 将钱埋在自己的户口里面 就造成整个经济失去了动能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策略 就是希望借由所谓的双循环去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高存款 民间消费都不起来的话 或者叫投资也起不来的情况下 也起不了头 又缩了 真的 两样东西加起来 可以说是吸中国经济带来了停滞的情况 好了,不要再给大家看了 我怕会吓死大家 好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傅宁辉就在发布会上表示 没有 没有 我们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 没有缩 拿出来看看 如果没有缩的话 问题是 中共吸出的数据本身可能已经经过调整了 换言之 所谓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进1.3% 可能已经滲入一些水分了 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篇徐锦 我是老钟 他也在专栏文章分析说 中国的通缩之忧 他这么写的 他就说好消息 坏消息 先说好消息 好消息是当下或者也不算是真正的通缩 坏消息是什么呢? 通缩可能真的已经在路上了 也挺幽默的 并且指出这种负担背后实质缺钱 这个我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 他认为 其实现在中国已经踏上通缩之路 至于《华尔加日报》引述专家观点就认为 中国通货膨胀率回落的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疲远 什么劳动力市场疲远 就是什么? 仍然是有严重的失业问题 这种情况往往会抑制价格上涨 前德意志银行财富管理中国区总管黄帆 在《金融时报》中文网赞文清 人们担心的是货币投放力到空前也拉不动经济增长 即是说 继续放水 货币投放力到空前 就是已经继续放水 但也拉不动经济 那么新投放的货币都去了哪里呢? 作者指出 一是直接传入银行那里躺平 什么都不做 二是用于还债 这就是说 没有用于投资和消费 两样都是的 一是还债 一是躺平 两样都不是促进消费或者投资 中国经济的问题还有一个隐患 而且这个隐患可以说是一个大隐患 就是人口下降 这个既是影响到消费的规模 更大影响是劳动力人口不足 这方面就说到人口的问题了 联合国在星期三就发布了一份 关于全球人口趋势的一个报告 在报告中称到今年年中 印度人口将会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根据这份联合国报告 联合国不要再说别人说三道四 这是联合国报告 到了7月1日 印度将拥有14.206亿人口 比起中国的14.257亿人口 就多出300万 不过这么说 这个数据说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 如果包括香港人 香港现在仍然有700万人口 还没有超出的 OK 这个里程碑突映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正在重塑整个世界格局 未来40年印度人口将会继续增长 最高值达到17亿 与此同时 中国人口却会下降 而且迅速下降 去年中国人口出现了几十年以来首次下降 到下个世纪初 印度人口总预计将会是中国的两倍 哇,这么说真的很恐怖 但是这是联合国说的 当然了,我没有仔细去找出数据的根据 因为为什么呢? 印度基本上没有做人口普查 那这些人口数据是怎样得来呢? 先打个问号吧 不过我对联合国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对印度来说 未来几十年 将会有数亿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 这个机会也是挑战 这是印度的人口红利里最大的优势 中国人口老化 但是印度就有很多年轻人 经济学家就谈到人口红利可能可以提振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一个一次性的窗口期 通常持续几十年 所以可以说国运走到印度 现在之前就是中国 中国很衰不衰 一指政策 不让人生孩子 好了 这一次性的窗口期 会持续几十年 处于窗口期的国家的工作年龄人口 远远超过年幼和年老的受供养者人口 就是劳动力人口多过远远超过年幼和老年人口 当人口老龄化和照顾被供养者的成本上升的时候 这就是说你老龄化做不到事 接着要人供养你 幼年的做得事又是要人供养 他说这个窗口期就会关闭 当这些出来工作的人 供养这些人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个窗口期就关闭了 好了 这正正是现在中国面对的情况 为什么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 甚至我觉得是一个大国没落的可能的主要因素呢? 多年来中国庞大的劳动识明人口 是为全球经济带来动力 廉价的工厂工人生产出世界各地的产品 从长远来看中国工厂工人的短缺 可能会提高中国以外消费者的成本 为什么? 当你短缺 你要加薪金给他 然后加薪金给他 成本就增加了 接着西方的消费者 就会面对一个通胀 加剧了美国等严重依赖和中国进口产品的国家的通货盘 面对中国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很多公司就已经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工资较低的国家 人口减少还可能意味着中国消费者支出的减少 这也是一个ABC 威胁到好像苹果手机 或者Nike运动鞋 这些依赖中国消费产品的全球品牌 在短期内出生率下降对于中国的房地产亦构成了重大威胁 房地产约占了中国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 即GDP里面的四分之一是房地产业 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房地产业是怎么样了 如果出生人口继续下滑的话 那就是说对房地产业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从长远来说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日益老龄化和长寿的庞大人口 可能会让政府难以维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预测 中国的主要养老基金将会在2035年之前耗尽 部分原因就是劳动力萎缩 没有人供款 但是拿钱的人多 经济学家将中国的人口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 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人口危机双提并论 但其实不能双提并论 为什么呢? 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远低于日本和其他国家 很多中国老年人是依靠国家养老金作为退休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日本那些当然不是 日本你退休的人可能自己本身也有些职触 所以中国也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 目前为止仍然定在60岁就可以退休了 这种情况就吸引国家养老基金和医院系统 都构成了重大的压力 所以你看到这次可以说 所有问题可以好像一次过来的 所有问题一次过爆污爆发 对于印度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人口大国 中国又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看看中国有什么反应 反应也挺有趣的 就是谴责 谴责 中国中央电视台评击西方对其人口下降的炒作 只是炒作而已 路透社在4月20日引述中国央视躁持厉害的评论 近年来西方媒体的潜台持续 中国的发展陷入大麻烦 当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 中国将会衰退 全球经济也受到影响 中国央视还这么说 他们一直诽谤 中国就一直发展 创造了人口众多的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的奇迹 很有趣 他没有承认 喂 你们自己的数据公布 上一年是第一年人口减少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他在他整段新闻报道当中 只是有人诽谤他 就说我们可以一直创造了人口众多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奇迹 这是什么意思? 不承认有人口问题 中国央视谴责 很明显是瞄准美帝 指责美帝加紧压制中国发展 鼓吹进一步脱欧 从联合国报告中找到新的炒作点 联合国 那你不骂联合国 过去一直都说自己怎么尊重联合国 但是这件事不是美国搞出来的 是联合国搞出来的 真的 所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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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怎么不服 简直是没得顶 中国的反应就是什么呢? 否认问题的存在 就是不存在了 问题就不会再存在了 这个世界如此运作 真是何等美好呢? 只要你否认问题的存在 问题就解决了 好了 我们知道 Zither Harp I got this feeling Gonna feel so good Gonna feel vibration Get up, get up, get up So come and get some Hey, we go Can't stop, the beat it can be We know, break out the scene and can't see I'm so, can't stop the heat and get low So come and get some Hey, we know, can't stop the beat and can't beat We know, break out the scene and can't see I'm so, can't stop the heat and get low So come and get some Hey, we know, can't stop the beat and can't beat We know, break out the scene and can't see I'm so, can't stop thinking that's cool So come and get some So come and get some